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 11月22日 星期一 我們不要再糾結粗口問題了 多謝一個60後的叔叔 說喜歡聽這個報導方式 我是怎麼都會用這個報導方式的 開始 這個冷凍倉庫發生奪命火警 導致三個藍工人出事 其中一個死 一個命危 一個受傷 在這個油塘東元街10號一個冷凍倉庫正在進行清拆工程 據悉今早 下午 有多工人在上市就進行清拆 期間一個工人發現地面那些發寶膠 就起火 立即逃出 地牢求援 但其中有兩個藍工人就未及逃生 龍煙就圍困了 自發在中午的 1點51分 今天 警方和消防接受多人報告 指東元街16號一棟清拆中的 冷凍倉庫地盤發生火警 龍煙卷直半空 消防三分鐘後到場很快 消防行動 發現火牆面積大約30x40米在地牢 事件是這樣的 死了那個姓廖 他任職產車駕駛員 事發的時候 廖先生在上市的地牢進行清拆工程 其間一個姓曾的66歲清拆工人發現地上的佛寶膠起火 火勢迅速蔓延 他姓曾的66歲工人 金黃逃生 他亦都告受傷害 傷了 但他依然清醒 送院後嚴重 遺料和一個65歲姓林的男人 未能及時逃出 死了那個男性工人就逃不出去六十多歲還要做 消防到場的時候已經失去知覺昏迷不醒面容昏黑 他們送上救護車的時候要用到自動心外壓機 但廖先生送完之後搶救不治 林先生也沒有呼吸 跟廖先生一起出去的那個 都是沒有呼吸 但是有密博 經過搶救之後送上ICU情況危態 根據網上圖片和目擊者所說 龍煙 即是火粥 龍煙是攻向各個倉庫的各處 有白煙不斷霧出窗戶湧出 附近的食肆 孫先生目擊火鏡經過 他指 事發的時候有工人被困在倉庫的五樓無處可逃 但是懷疑 在室內充滿濃煙 令其難以呼吸 工人冒險坐在窗邊石膊呼吸 他驚雲未定 其家多次高聲呼吸 後來喝了幾口水才 鎮定下來 並由消防帶回他安全的位置 他雖然 身受輕傷 但是沒有什麼大礙 事後就坐在路邊的小丹休息 出圖給大家看 說回豬豬 野豬關注組今天要求 漁護署停用野豬傷人的說法 強調是野豬受到挑釁 才會本能地反應保護自己 其量只是衝突或者意外 之前漁護署在解釋野豬相關政策的時候 都引述野豬傷人的中數 10日前 即11月12日 11月12日 漁護署透過新聞稿的公佈 人道毀滅市區野豬的新策略的時候 曾經引述 數字就說 近三年 平均每年就有10宗野豬的傷人個案 但是有傳媒就發現這個數字 就搞錯了 那麼漁護署的署長梁兆輝 在21日就改口 只是一年就大約8宗 對於處方子 用麵包有殺是理性的做法 真的不是人來的漁護署 關注組的反駁是謬誤 因為野豬是聰明 記性非常好的動物 如果他們目睹 伙伴親屬被搜捕或者破殺 便會對 人產生敵意 質疑這個做法是加劇野豬對市民的仇恨 至市民的安全於不顧 關注組強調 組織一直以來 均以和平 溫和的方式 在有限的資源下引導野豬上山 但是現在香港很少山 所以才搞到 可不可以和野豬共存 大家留言 終於通關了 內地專家團隊訪港四天 本港 在內地通關上已經放上這個疫情 據了解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了解 內地願意 妥協無需香港使用追蹤碼功能的健康碼 接受安心出行的行蹤紀錄 預料最快年底就通關的時候 會先給商務和探親 豁免檢疫 每天大約有1000個名額 先到先得 恭喜上大陸 老婆在大陸那些人 那些人 那就是 關於觀塘偉業街由老德會負責的首個酒店式過度住宅性房屋 項目 得匯 在今天起 正式接受 雙職已婚人士申請 雙職已婚人士是什麼意思 不明白 月租3,900到4,810 暫租的期限最多是兩年 這個 過度性房屋本身是酒店 面積147呎到185呎 和酒店的房間就差不多了 合共有30個商人單位 本身有衣櫃、小人雪櫃、電視機、浴室和WiFi不錯呀 3,000元 3,900 最後呢 我第一次說 教育新聞 在香港擁有極多球迷的曼聯英超球會 終於宣佈領隊蘇斯克查尼職 即時生效 球隊有另一個名宿 卡維克的站代看守領隊 直至球會就委任林時領隊 曼聯簡直就是遭逢球隊的低潮 由9月底以來7場英超的比賽 只錄得一勝 一勝一王五賦 唉 周六舉行的英超賽事 球隊在主力陣容全面出擊之下 慘富比屈福特 很弱的屈福特 輸1比4 這次是自球會 1984年去1985年球季以來 球隊最大比分 輸給屈福特 當季曼聯作客輸1比5 雖然最終離開曼聯 會方在聲明中 依然對蘇斯克查 作出這個保護的 他強調 蘇斯克查依然是 曼聯球會最偉大的球員之一 感恩